田志娟基金会关心动保议题开办了守护毛宝贝公益讲座 第一场的主题是常见的犬猫饲养错误与迷思 邀请到受益师和宠物用品专业讲者和四主们来分享犬猫饲养 注意事项预防犬猫寄生虫等两大主题 而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惠表示说 未来会持续举办公益讲座 为花莲的动保观念来进行分析力 周末假期许多可爱的猫狗 在主人带领之下来到了响礼电台 参加由田志娟文化艺术基金会举办的首副毛宝贝公益讲座 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惠表示 自己是爱狗人士 他原本就很关注动保议题 希望在议员职责之外 也可以在日常举办一些软性活动或讲座 让更多毛小孩四主可以获得正确的知识 我在议会的工作上 对于动保议题我自己都十分的关注 因为我也是爱狗人士 所以在一些议员职责的工作上的推动以外 我们想说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比较软性的 一些结合活动 结合讲座的方式 让更多的四主 可以一起来学习正确的知识 那今天很开心 是邀请我们高桥动物医院的英宏园院长 那还有台湾里兰动保公司的产品经理 那一起来告诉大家 现在在于对于饲养这个宠物的一个正确的观念跟知识 那还有可能有一些用药的部分 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讯息 也提供给四主来讲解 那今天有很多四主 带着他们的宠物一起来演讲 所以这里是很热闹的一个讲座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讲座 透过我们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在公益的性质上 那对于大家关注的议题上 我们都能够尽一份心力 第一场讲座主题是 常见的犬猫饲养错误和迷思 邀请到高桥动物医院院长英宏园 主讲常见的犬猫饲养错误和迷思 还有台湾里兰动保公司产品经理王思倩 主讲你所不知道的内外寄生虫 不叮咬才是真保护议题 参与的士组们全神贯注也请做笔记 希望可以更了解宠物的需求 和正确的照顾方式 张美惠表示 未来会持续举办公益讲座 为花莲的动保观念尽一份心力 也会秉持理念来为寺主们发声 介入绘画人士报道